你不是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吗 那个食堂哦 就跟你数的十是一样的哦 嗯 那再问他 学校吃东西的地方叫什么 小朋友叫一年二十四五六 哦哦十堂 有没有发现 他的学习是语音的连结 他要从语音开始连结 所以就算是这个教本给他 当然我这个是比较难的 对不对你可以简化那个语言 但是用这个模式 用AB对话 就是两三个话轮都OK 你就让他去练习 两两说 两两说就是两个人tell AB两个人tell 你给他一些很简单的 然后再让他去想 他想说什么 比如说你就问他 你家里有几个人 下面你B 就从他去选 一二三五六八几十对不对 或者你有没有哥哥弟弟姐妹妹 对不对 这个又是第二个问题的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你看我具罚就会变 就是除了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以外 还有什么的 有时候小孩子学语言是用背的 因为我有一次问一个小孩子 我说你来这里做什么 她说我妈妈说我们去看外婆 我说那你外婆在哪 在楼上 那应该说我妈妈说 我们因为她已经到那个地方 说她要把去改成来 对不对 她应该说我们来看外婆 她在家里的时候 妈妈可以说我们去看外婆 当然到这边她就 这个语境 她语言就转过来 她还说我们去看外婆 可是事实上应该是我们来看外婆 因为外婆已经在这边了 所以去来 光是这么简单的动词她们就转换不过来 好 那我们也不要排斥翻译 因为有时候我坐飞机 我会跟航空小姐聊天 我坐舰车也会跟舰车司机聊天 我会坐市场不要惨 然后我就跟她有一次做新航 我说因为我们是导师嘛 我们都是很好奇 他们是学到最后会学到什么程度 我说你的华语很好 她说其实我是用翻译的在跟你讲 然后我一定要赞美她 我说那你翻译的速度很快 因为有时候我们老师会这样教 她听到一个华语 但她脑子里面可能是用印尼语来思考 你可以允许她把华语翻成印尼语去思考 然后呢找到了印尼语的答案 再反正华语再说出来 有没有可能可以的 只要她能够回答你都OK 那有时候你就会说 那刘老师你今天到底有没有底线呢 其实是只要她能够用华语说出来 这个经验是我们一个华语老师的 我说她说她用这种方法教 然后别班的老师就去考她的学生 然后回来问她为什么我问她华语 她都把你的我的华语翻成英文 她用嘴巴还要讲出来那个问题 英文的问题 然后呢讲完一遍呢 她才会用华语回答问题 那这个情形就可以知道 我们的小梅她的第一语言 可能是印尼语可能是英语 所以她是用英语去思考的 她没有办法用华语去思考 所以她需要把那个问题呢 她在想的时候 她在思考的时候 她需要用她的最熟悉的语言 去思考去想 那再把它翻译出来 用华语回答 因为我们那个空间小姐 也是不怕我笑 她真的是用华语的 因为我相信我问她的问题 她一定都是翻成英文去想 然后用英文又翻成华语的 英文的答案 都翻成华语的答案 讲出来 好 你们有没有学生有这种现象 你可以接受吗 可以 对不对 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